第四十一章 月静到果月难言 虚无之中 一条曝光灵灵的长河静静流淌 直流无数 逝者如斯 过往的辉煌则统统埋葬在了上游 仿佛失落的海底之城 孟奇回到了天庭坠落之前不久 身影出现于无穷高处的玉须宫外 当即感受到了殿阁内那道古老庄重 威严幽深的气息 三清之手 道门第一天尊 原始天尊的气息 自己得他传承 受他会责 呈他名号 直至今日 却从未照面 响当 大门打开之声 回荡幽暗深邃的宫阁 孟奇平静脉步 沿着熟悉的道路 缓缓走向玉顷殿 途中看到了早已受尽而亡的白鹤童子等玉须救人 而他们对孟奇的到来视若无睹 似乎根本没有察觉 诡异的像是生活在画卷里 没多久 孟奇便来到了玉顷殿门前 看到了上手那张云床 看到了那轮圆满明镜 灰芒无瑕的曝光 看到了那位威严深邃 貌似中年的古老天尊 他掌中 拖着紫白淡金的三宝如意 深周浮沉着一重重四须四时的幻影 有创世之梵天 有赤于盲目之神 皆是最古宇宙里 战胜了其他彼岸投影 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原始他我 他们仿佛共同支撑起了莫名周传 让盘坐其中的原始天尊 愈发脱离诸天万剑 清静无染 四道目光于半空遭遇 孟奇直视着这位最强大 也最古老的天尊 就在这个时候 原始天尊掌中三宝如意飞起 缓缓飞向了他当前节点的主人 而那道古老威严的身影 瞬间虚化 如同梦幻泡影般消失了 这段历史里的原始天尊 就这样 在孟奇眼前消失了 三宝如意落下 孟奇伸手握着 只觉温润清明 洗涤心神 真是不假 与原始天尊身影的虚幻 恰好形成鲜明对比 他若有所思 缓步走到了云床前 反身结痂 装严入座 像刚才的原始天尊般 吸纳的最古宇宙里的部分原始投影 过了一阵 白鹤童子入内 看到孟奇却不见丝毫惊讶 公公静静行礼道 掌教老爷有何吩咐 于他而言 玉卿殿中端坐的那位 似乎从始至中未曾变过 哪怕气息与容颜再也不同 孟奇心中了然 平和道 传我法旨 这玉须门下 最近皆闭门清修 直至天庭坠落之战 这也是历史上 原始天尊说过的话语 作为原始天尊做简求空的产物 自己回到过去 一见到他留下的烙印 就自然完成了 从该段历史到当前节点的替代 他距离道果之境 确实胜过道德天尊与阿弥陀佛 谨尊掌教老爷法旨 白鹤童子恭敬告退 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玉清殿前 孟奇低声叹了口气 当真越进道果越难言 不过自己也弄明白 原始天尊 阿弥陀佛等古老者 为何要争夺本纪元最古宇宙的主导权 将对方彻底压下了 因为这些本质得到提升的宇宙 和他我 能像激流里的一根根柱子 托起本尊 让他与诸天万界与真实界 出现微妙隔离 愈发清静无染 更好作俭求空 未见原始 孟奇念头起伏 看着白云苍狗 历史变迁 心中又有了新的计较 既然自己每见一个原始烙印 都会自然完成替代 难以窥见更多线索 那不如去见一见 灵宝天尊留下的烙印 他总不会消失不见 总有蛛丝马迹可以窥探 而两位天尊下落之谜 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念动生动 孟奇已来到了 金敖岛碧游宫外 自封神之战后 此阶在吴万仙来潮的喧嚣 变得寂静清冷 竟连童子都少见 碧游宫大门敞开 空荡无人 看门者不见踪迹 给孟奇一种 对方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来 于是大开中门 虚习以待的感觉 难道这段历史里的 灵宝天尊 也是金黄扮演的 或者说 金黄是灵宝天尊 作俭求空的产物 可那样一来 他成为古老者后 灵宝天尊应该已经超脱 正得道果 他们还争什么争 既来志泽安之 孟奇身为彼岸 自无畏惧 副手漫步 穿过熟悉的庇游宫之门 一路走到了上清殿前 这座殿阁中 残留着灵宝天尊的气息 和存在痕迹 但那里空空荡荡 不见任何身影 孟奇踏入殿中 慧眼睁开 注视着残留气息 分辨着蛛丝马迹 这时 从偏殿走出了一位童子 看着孟奇 略感疑惑 但依旧毕恭毕敬道 长教老爷出关了 长教老爷 孟奇心中一动 眼睛眯了起来 语气平缓低沉道 传我法旨 照三宵前来 这是将自己 当成了灵宝天尊 而且灵宝天尊 像道尊那样 连烙印都没留下 童子不敢怠慢 慌忙道 谨遵长教老爷法旨 少请 云霄三姐妹从天庭而来 踏入了上清殿 看着孟奇 不见丝毫震惊 只是略带疑惑行李 拜见长教老师 不知老师召见我等 有何吩咐 拜见长教老师 孟奇目光忧深 平静道 天庭将变 你等早做准备 事情的变化 超出了孟奇的推演 出现了诡异难言之事 故而 他没有就此罢休 略做沉吟后 再次回溯了时光 来到了风神之战前 碧游宫外 有山有水 祥云朵朵 阴云绕风 自成一界 数不清的仙神妖怪 从四面八方顿来 落到各处山谷与风鸾 摇拜上清殿 聆听着一句句大道轮音 殿阁所在的位置 一轮包容着万般道理 无数可能的圆满无瑕 宝光高高悬着 明镜皎洁 衬托着一道模模糊糊的身影 正是昔日 孟奇见过的灵宝天尊 孟奇如同前来听到的普通仙神 随意结家附作 抬眼望向了碧游宫 与灵宝天尊视线接触 看到了那双高墨幽深 混沌难民的眼睛 咦 没有空荡 也没有消失 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际遇 孟奇感觉 自身似乎把握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想了想 他身影顿初 来到了这个时代的玉须宫 打算再见一件原始烙印 昆仑山上 玉须宫古老幽深 孟奇毫无阻拦穿过了大门 穿过了重重阻碍 来到了玉顷殿 看到了手托三宝如意的那位古老天尊 没有意外 两者刚一照面 三宝如意就自行飞起 原始天尊的身影 随之虚化消失 孟奇只觉历史加深 承担起了从这个时刻 到天庭坠落前的原始角色 也就是说 封神之战里的原始天尊 亦是他扮演 这边没有问题 孟奇若有所思 下意识回首 望向了碧游宫位置 咦 他呼得愣住了 碧游宫之上高悬的明镜宝光 与领宝天尊身影不见了 只有大道轮音回荡 让朝拜的仙神妖怪 听得如痴如醉 第四十二章 水很深 孟奇端座狱青殿内 眼眸里 映照出万仙来朝 有教无类的碧游宫 那里身影重重 气息喧嚣 唯独缺了领宝天尊 指得些许痕迹残留 由大道轮音回荡不休 自己先见领宝天尊时 他的烙印不会消失 不会被替代 这表明自己不是他坐检求空的产物 至少没有直接关系 与此相反 一旦自身与领室天尊遗存烙印碰面 则立刻有梦幻泡影 与自然替代之事 完美符合自己继承 领室天尊称号 成为当时诸果之音 乃领室天尊坐检求空产物的状况 但当自身顶替 领室天尊的烙印后 同一段历史中的领宝天尊烙印 却随之消失了 结合前面的推断 可能呼之欲出 既然自己不直接是领宝天尊 坐检求空的产物 那他烙印的消失 明显是因为原始天尊 两者有了某种程度的诡异联系 当然 不是说原始天尊融合 或者同化了领宝天尊 因为只要合为一体 本质就已相同 就为我为一 自身先见领宝天尊 一样会造成对方烙印的消失与替代 这个时候 过往知晓的相关事情 一一在梦其心头流淌而过 天庭坠落之战中 原始天尊面对贱目 发出了道果之事不假外物的感叹 原始天尊与领宝天尊 在行踪成迷后 还于轻微天大战一场 如果这非是金黄伪造的痕迹 那说明 他们还在争夺着什么 原始天尊 领宝天尊 道德天尊 都是天生彼岸 同时诞生 现有三清后有天 他们分别代表从无到有 存世之机 与从有到无 合在一起 正好涵盖了所有 无有遗留 不增不减 原始天尊抽取风神时光 掩盖领宝天尊下落 道德天尊结出西游 隐匿原始天尊踪迹 这是不是表明 道化三清 他们各自就是 道的一面 彼此印证 方为道果 为完整之道 故而他们若想超脱 即使竭力于后天 正得了对方所象征之道 获得了圆满无暇的道果雏形 也因为彼此间的影响 难以迈出最后一步 三清一体 必须共同成道 认清楚了这一点 原始天尊才会言不假外物 才会与领宝天尊 隐秘做过一场 以争夺后续的主导 看到贱墓果实前 三清是各自求道 相互间因大道之争 十有十敌 多有积怨 也就导致了别的彼岸出现 按照这个推测 毕游公出现于昆仑山上等事情 就能得到完美解释了 同样的 掩盖原始天尊 与领宝天尊行踪 其实就是为了掩盖 他们目前的状态 免遭其余彼岸提前针对 联手破坏 等到自己挣脱苦海 登陵彼岸 则牧已成舟 其他彼岸 只能另想办法阻止了 难怪会有领宝天尊 改变了状态 以某种奇怪的方式 存在于天地间的感触 孟奇看着毕游公 心中溃叹了一声 这个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 菩提智慧净土 妖皇殿 心生九幽 真空家乡 在线仙界和扶桑古术界域 都有一道道幽深的目光 投向了遍的 空空荡荡的毕游公 到了如今的地步 他们自然也能 溃出大概的情况了 隔着毕游公 透过那弥漫的阴晕仙气 孟奇看向了那轮 洒落清晖的皎洁明月 视线与金皇高渺莫然的 目光交触 没有波澜 平静如冰 金皇应当是早就知晓的 他最近的连续失利 与不断被削弱 都在按照他的剧本走 必定有着相应后手 这个名物准确闪现于孟奇心头 对过往的争锋 又有了更近一层的认知 如果金皇不羁的自己 批出自觉道徒的一刀 那修炼无极印 与开天印的自己 能在最短时间内 成就道果雏形 踏入古老者行列 将仪器化三清大神通 演绎到圆满 无需同化要是王佛 与圣佛今身都聚若彼岸境界 也就让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和道德天尊三位一体 得到了超脱 让他本纪元再无妄道果 那一刀果真是 从他布局小丧开始 就在期待的一刀 收回目光 孟奇转而望向 三十三重天之外的都帅公 仿佛能看到 那闭目尽修的道袍老者 道德天尊是存世之机 他无法像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一样 拖出世间 以诡异状态存在 必须等到 纪元终结天地不存的时机 才能洒然离去 与他们携手超脱 故而在此之前 他需要将做简求空完满 让我成为古老者 到了如今的程度 这个谋划 已经是止包不住活 三位天尊 还有什么后手呢 可以想见 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提升 都会受到阿弥陀佛 菩提古佛 无生老母 天地 魔佛 乃至妖皇的疯狂阻击 也幸好那一刀自觉道徒 提升缓慢 不是大纪元很难提升 否则此时此刻 已成众矢之地 金皇是不是之前 有类似的谋划或者后手 在自己再得纪元 即将斩出第三具若彼岸化身 成为道果雏形时 突地爆出三清之势 急众为彼岸之力 向当初对付天地般 将自己围杀 那样的话 小桑即使登陵彼岸 也孤注无援 还会被其他古老者限制 难以威胁到他一丝一毫 还真是一环扣一环 算无一策 提前揭破此事 也不是太坏 种种局势 在孟奇心中清晰映照 更迫切想知道 金皇借助三清之秘 预备的后手 究竟是什么 从这些方面而言 他是比魔佛更可怕的敌人 而要想窥探这点 又必须弄清楚三清的秘密 必须将风神与西游 重新合入真实界 要做到这种事情 唯有将时光回溯到 开天辟地之前的 最古老者才能办到 当今之事 仅道德天尊与恶弥陀佛 只有他们才具备在 开天辟地的刹那 打开时光根源的能力 而在这件事情上 其余彼岸甚至无法提供助力 因为他们无法回溯到 开天辟地之前 也就是说 他们联手 堵得住开天辟地后的 道德天尊 但影响不了 开天辟地前的对方 彼岸者之间的境界优势 就体现在这种地方 正常战斗交锋时 彼岸者们的境界比较 往往不能体现得太分明 因为回溯时光 抹掉过去有纪元终结又重启的隔断 对付同样的彼岸者 效果不是太好 除非舍得同归于尽 不再开天辟地 同样的 也因为有太多手段来弥补战力 就像梦奇自己 虽然不是道果雏形 但有了两句弱彼岸的化身后 力压身为古老者 又失去了诸仙见证的金黄不成问题 但在这种时候这种事情上 境界差了一丝就是一丝 怎么蹦打都难以越过 难以触及 阿弥陀佛肯定想将 风神与西游整合回来 亏出所有秘密 但道德 师叔会愿意吗 梦奇只能摇头一笑 身影一闪 降临到了都帅宫门外 有的事情 还是直接开口询问比较好 第43章 时机已至 都帅宫外 灵权飞铺 齐花一草 仙秦徐飞 灵寿缓刑 一派安宁祥和的气象 金角童子与银角童子 早就等在宫门之外 看到梦奇身影浮现 毕宫毕进行礼道 拜见长教师伯 我家大老爷 让我等传话给您 时机来临 自会合一 此时此刻 对两位童子来说 还是风神之战前 上门的自然是 玉清子虚高庙 太上元皇大道君 也就是原本的 原始天尊 三清之首 九尊第一 时机来临 自会合一 会是怎样的世界 纪元终结前的刹那 梦奇神情无波 微微点头 道德天尊将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再问也是无用 不过他并没有转身就走 回归当前节点 而是微笑 立在金角和银角童子身前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这个时候 金角童子从怀中取出两物 宫经递了过去 大老爷吩咐 将这两件宝贝 交给长教师伯 这两件事物 一是灵力闪烁 轻芒飘渺的朱仙之剑 一是赤青黑白交错 终结之意弥漫的镇图 果不其然 梦奇毫无惊讶 伸手结果 然后他发觉 朱仙剑与镇图内的 以往主人烙印 全被抹消得干干净净 没有半点残留 手指摸索过 冰冷锋锐的剑身 他的身影陡然虚化 梦幻泡影般 消失于金角与银角童子眼前 回归了当前节点的玉须宫 结家附座于云床 意识神有广成子 赤金子 御顶真人 与道行先尊的洞府 这四位大神通者 纷纷从静修中苏醒 睁开了眼睛 张口吐出云霞 化作一道道色泽各异的流光 臣服着诸多模糊道文 各自形成剑芒 投向了玉须宫 这是他们执掌 朱爵线路四大杀剑 几十万年的收获 是从剑中掌握的 对应剑精 梦其双眼半开半合 身前漂浮着 赤青黑白呼啸 纵横的诸仙阵图 不时激起或青壁 或纯白 或漆黑 或赤红的剑光泵射 交织成虚幻的诸仙剑阵 四道剑芒 从九华山等 域外星辰飞至 他右手伸出 幽幽暗暗 以掌含诸天万界之势 一把抓住 暗向了眉心 光芒四照 剑精竟被梦其同化 连带那虚幻的诸仙剑阵 一遭他张口一息 吞入肚中 他头顶一股清气冲出 化而为三 一是清净寒笑的真定如来 一是潇洒悠然的清元道君 剩下则是愈发冷冽 愈发的苏梦天尊 他的气息 渐渐多了几分终结之意 苏梦天尊本就是 梦其细得仪器化三清后 以自身剑法积累斩出 是柔和了诸仙四剑的 截天道体 如今他要玩满 诸仙四剑的剑精 与阵图奥妙 缓慢将这句化身 调整到 以灵宝道统为主 不过光平功法 即使圆满 依旧只是造化巅峰的化身 不可能越过天芡 成为若彼岸 助梦其本尊带着枷锁与负担 成就道果雏形 难道要将诸仙四剑 并阵图 练化入苏梦天尊 梦其寻思着可能的法门 但诸仙四剑另外的三剑 分别在清帝与厄弥陀佛手中 前者还有交换道的可能 毕竟他才恢复当初水准 这个纪元顶多到古老者的层次 而后者 涉及大道之争 一旦交出 便会断绝这个纪元超脱的可能 几乎不用奢望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比如 吞噬童话天道怪物 直接将捷天道体完满 提升至弱彼岸 这会让道德天尊 和原始天尊的作俭求空达到极致 可林宝天尊那一块 就明显差了感觉 当然 对自己来说都一样 都是正的道果雏形 成为古老者 化身是捷天道体 还是林宝真身 本质上没区别 三清道祖 会有另外的准备吗 是不是基于纪元终结的契机 孟其一边修炼 一边思索着可能 推演着超过当前种种未来滞留的变化 原始 道德与林宝 这三大天尊 超不超脱其实 非自己在意之事 在意的是能不能借此做文章 让自身和小丧得利 甚至找到机会 铲除魔佛与金黄 幽暗簇拥 他仿佛藏在混沌深处 神情淡薄 不见丝毫波澜 岁月如水 时光流逝 转眼又是三十多年过去 即使有着杨简池 天地中央物极性 黄岐镇首席域 七沙道人掌明海舰 隔绝东海极南 真实界内的天灾 依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 极北融化 海面攀升 时下死意弥漫入万界宇宙 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最终末日 魔佛阿南端坐九幽底部 目光含笑 不知再和谁人视线交触 忽然 他轻拍膝盖 悠然道 时机已至 轰隆 九幽瞬间沸腾 西域戈壁与东海极南 仿佛两座庞大的火山爆发 喷勃出漆黑的火焰 与幽尘的雾气 带来末日般的景象 时机到了 玉须宫内 孟奇缓缓睁开了双眼 那里幽深宁静的 仿佛一切的最初 他右手凭空一握 玄碑所在的地藏净土 便陡然收缩 钻入了那艘坚不可摧斑的末日之舟 阵阵惊火腾起 燃烧着琉璃 一光冲销 拉扯着真世界内的末日气息 时光飞逝 一夕千年 眨眼之间 就已平息 末日之舟变得异常庞大 手尾横跨亿万节 表面蒙着一层淡金琉璃 空白处开满了清净莲花 既有死后归宿之意 又超度超拔质感 玄碑结痂附作于甲板上的金色连台 周围鬼魂茫然迷惑 一眼看去 船内房间数不胜数 何止一照 能装下所有生灵所有种属 南无地藏王菩萨 玄碑低颂了一声 他知道这度式宝伐还未圆满 还要等待别的东西 轰隆 高空雷声阵阵 暗影飞舞 时有闪电与流火落下 被清光白莲或人道之力挡住 看着这一幕 东海于流岛屿之上 众生祈求仁皇庇佑之意更甚 原大洲领土内 信众欲发虔诚 希望白莲圣母救世 赶此天道变化 玉须宫内的顾小桑乎的起身 降临下界 与白莲圣母合二为一 再不分彼此 他双手结印 宝像庄严 空灵圣洁 微微笑道 契机已至 末日来临 众生期盼救世之主 正是自身挣脱苦海 登陵彼岸的契机 岂不可施 施不再来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而之前回溯过去 窥视未来 闭关多年 积累已然充足 极乐世界 菩提净土 真空家乡 以及九幽仙界等 彼岸道场内 一道道高高在上的目光 注视了过来 第四十四章 本来面目 红尘如玉 众生皆苦 轮回不止 忧患不休 连我世人 有神天将 白莲圣母 救劫度墨 原本大洲所在 不管是真空家乡 还是地上佛国 一位未信众耳盼 都响起了空灵圣洁之声 回荡天地 洗涤心灵 由莫名感动随之升起 让他们皆虔诚腐败 低颂共鸣 一一万万 聚杀成塔 红大神圣到了极点 这样的动静 加上处处喷勃的九幽火山 与遮蔽了大日的魔物黑尘 就连东海诸岛上的普通百姓 都察觉到了 某些事情即将发生 更何况 一位位身猎先般的高人强者 王思远独坐孤岛 居于树下 阿南的陷阱后 他就离尘所居 多年不发一言 既是在反省过往疏漏 也是在苦思着 彼岸之下 如何与天意抗争 自己所谓的杂棋盘 不过是其他天意的体现 此时此刻 感应末日来临 察觉中途有变 他抬起头颅 望向那里 眼中疯狂攒动 情绪变化 最终露出一抹苦涩与落寞 叹了口气道 果然只有彼岸者 才能对抗彼岸者 一生的疯狂与算计 最终彤彤化作泡影 只换回来这句 耳熟能详的老话 这是不知多少前贤 以生命与命运 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 刹那之间 他一头无法 尽数转白 白莲圣母 救劫肚墨 声声叠加 震荡诸天万界 故小桑四周莲花斑斑绽放 清心脱俗 结成神台 拖着他冉冉升起 高举半空 洒落冷灰 似佛似神似仙 天地之间 虚幻的时光长河凸显 从遥远的古老而来 奔腾不休 水色凌凌 冲刷着万事万物 从未改变 只是这一次 当前节点之后 未来之流已然变得稀少 不再无法禁述 甚至能直接看到终点 让人心悸得虚无黑暗 本纪元的破灭就在眼前 真正的末日 真正的最终 哪怕彼岸者 也未必还有将来 于顾小桑而言 对未来的战友 就相对容易了很多 他将手一指 献出了自家法身 既有先天之德 复返无极 再现混沌 也有无声之意 营造最终死记 还有朵朵白莲环绕 度视救人 三者收缩 开始凝聚虚幻道果 拉着顾小桑缓缓升起 脱离着时光的冲刷 接近诸天万界最顶层的结构 真空家乡内 皎洁清冷的圆满明月高悬 竟照死后的安宁 对顾小桑挣脱苦海的努力 投去了几分赞许的目光 非是满意 而是要以这种赞许 积得顾小桑心中之气 更加薄发 靠此为平 劈开接下来的艰难险阻 至于其他彼岸祖道之事 局势早就分明 自身 阿弥陀佛 菩提古佛 欲须苏梦 天地 魔佛 都不会阻止 就算倾地不偏向中立 就算无上真佛试图捣乱 他们 加道德天尊与妖皇 也翻不起浪花 今日的重点不在这里 九幽灌通了真实界 魔佛起身往外 步步登灵 带着毁灭 杀戮 动觉 堕落 死记等异象 缓缓走向着外面 面容俊雅 僧袍飘荡 洒然自若 仿佛一位微微鞠躬 宣告着故事结束的绅士 轰隆 西域和东海极南 所在的时空层层坍塌 再非天地中央物极性黄旗 和明海剑能够维持 两界融合 加速崩溃 末日真的来临了 就在这时 三十三重天之外 兜率宫中 黑白阴阳于交缠的太极图飞出 化成一座彼岸金桥 越过了上古神话时代 中央天地黄老君 背靠大道之术统御三界的纪元 越过了先天神灵 与大妖呼啸横行的远古 越过了最初最古老的纪元 来到了天地开辟的刹那 来到了时光刚刚伸展的瞬间 那个时候 原始天尊的身影依旧存在 盘坐在幽深混沌里 手持盘古之帆 运转开天之印 猛然批出 道德天尊骑着轻牛 瞬间便穿过了时光长河 来到了他的源头 仓发好手一片平静 双手化作一黑一白 两条手尾相缠的阴阳鱼 就要强行打开时光的根源 将截取抽出的风神 与西游天地归入真实界内 还时光本来的面目 让原始天尊与灵宝天尊 再陷于世人眼前 那么阿弥陀佛 生生佛号从时光长河 每一点波光内响起 化作一尊尊对应形象的阿弥陀佛 他们会成硬身的海洋 奔涌往前 淹没向天地开辟之时 到了末日来临的关头 没多少彼岸者 愿意见到 两位最古老的天尊归来 改变如今的局势 破坏自身的谋划 因此阿弥陀佛当仁不让 出手阻止道德天尊 打开时光的根源 与此同时 十二品青色连台飞起 与西方极乐世界 交融成阿弥陀佛的圆满爆身 梦幻迷雾涌现 杖六金身大放光明 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神通 道德天尊一推头顶骨关 尼丸内冲出一股氢气 化作诸天万界多个纪元的蓬勃之初 凡胜之时衰败之末 各自凝聚出一位道人 或持长剑 或托如意 踩着彼岸金桥 与阿弥陀佛的法身 报身 应身 站成一团 两位当前最古老者的战斗 席卷了开天辟地之时 后续多个纪元皆有变化 某些事物甚至直接不存 一时之间 末日景象愈发鲜明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 顾忌着此乃顾小丧正道的关键时刻 多有维护历史变化 情况会更加严重 而由于末日加深 对道德天尊的影响 他还是阻拦住了对方 打开时光根源的尝试 轰隆 高空雷鸣不断 一道道闪电布满苍天 似乎能撕裂真实之界 而处在不同时光长河内的西游 与风神世界 忽然震荡 一光飞腾 一边是朵朵功德金花 福德紫霞与圣德水光缭绕 一边则有赤青黑白四色纵横 演绎出一幕幕终结景象 似乎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即将从中拖出 回到当前 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不用打开时光根源 也能靠献祭风神 与西游世界归来 孟奇端坐玉须宫内 一边守护着顾小桑 凝结虚幻道果 一边注视着天地变化 心里念头转动 思存着诸多问题 和睦于酒里 今日轮值玉清殿前 对末日的到来 皆是情绪低沉 自身还有望依托彼岸大人物的庇佑 度过末节 认识的好友同伴们 恐怕没这个机缘了 眼见风神与西游世界一变 恐怖操着的气息和感觉 就像九幽喷勃般 逐渐鲜明 逐渐强横 似乎原始天尊 与灵宝天尊真的即将归来 其余彼岸者 岂会坐视不理 仙界最上层 高渺威严的天地 护得麦前一步 抽出了如水印日般的光阴刀 猛地展向了对面 飞逝风神与西游 而是那根贯穿了 诸天万劫的剑母 支撑着天地存续的根基 刀光渺渺 瞬间穿透了诸位彼岸的封印 落到了剑母之上 时光飞快流逝 一夕百年 本来还能在末日里 挣扎好些时日的剑母 顿时枯萎 轻壁转簧 树干亦是凋零 轰隆 依附于剑母的天兵天将们 全部老死 化作了他最后的力量根源 轰隆 剑母疯狂变化 将九重天全部吸纳 顶端则被天地 那只神圣巨大的手掌握住 以天地破灭纪元终结之势 砸向了西游世界 浩浩荡荡 毁灭滋生 唯有这样的中末 才能克制武德武态 克制混沌无极 才能勉强阻止 原始天尊归来 而为了防备开天印 高距诸天之上的天地 不仅一手握住 成夫万劫的剑母砸落 而且还挥出了光阴之刀 朦胧了时空 灰暗了异彩 他目光幽冷森然 仿佛回到了过去 领头打入九重天最上层 漠然俯视着自己的 正是原始天尊 天地自知 本身碍于天庭坠落之事 苟延残喘了万古 与做简求空之事 还有距离 此纪元不会有超脱可能 因此历劫归来后 一直是在为摆脱纪元 终结天地必然陨落的宿命而努力 不解决这个问题 都不需要考虑 还有没有下个纪元 从魔佛那里 或者说从东皇太医 从道尊那里 他得到了一个推演之下 有一定希望的法门 今朝便要以阻止原始天尊归来 见证自身挣脱束缚 剑目青黄交杂 占据满了虚空 已带着诸天万界之势 砸中了封神世界之外的金光紫霞 砸向了那无边无际 又如同一个点的混沌 另外一边 妖皇殿内飞出了一张 蕴含日月星辰 山川河流 与诸天万界的图卷 化作萌萌清光 一下将西游世界裹在其中 在大破灭大杀戮 大毁坏大终结的 赤青黑白冲击下 摇摇欲坠 一声叹息悠悠响起 妖皇殿内再次飞出一柄 武德凤凰缭绕的黑金之枪 连同长门岛上冲销而起的 淡金仁皇之剑 分别插入了山河设计图两边 以众生之力 定住了诸般变化 虽然很吃力 虽然明显处在下风 但天帝与妖皇 确实暂时阻止了 原始天尊与灵宝天尊的归来 其余彼岸者 注视着诸天万界每个角落 防备着接下来的变化 因为风神与西游世界的异变 未来种种之流 此时混乱不堪 充满了变数 而顾小桑已没在关注局势如何 全身心都在挣脱苦海之势上 象征着先天混沌的道果 象征着无声中莫的道果 象征着旧世度人的道果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 虽然虚幻 却给人真实感觉 拖着他 伴离开了时光长河 这个时候 被末日气息刺激地 发狂的九乱天尊窜出 攻击着杨简 仿佛要亲手为纪元的终结天砖加瓦 而七杀道人 在魔佛步步登临的压迫下 光受气息压制 就被逼回了玉须宫 魔佛踏足东海岛屿 仰头望着无穷高处的玉须宫 脸上露出一抹悠然自得笑容 声音如同乱魂乱心之灵 响在了孟奇 七杀道人 和穆 久里与大青根的耳畔 末日已至 我们也该了结圆满之事了 了结圆满之事 七杀道人 忍不住看向将东海 半壁化作久悠的魔佛 心头一阵迷惑 此时此刻 菩提古佛 亲帝都还未受到牵制 即使有无上真佛帮忙 有金黄联手 有天道怪物 魔佛也没可能击杀吞噬得了掌教天尊 甚至击败 都还只是有一定可能 毕竟掌教天尊有真定如来 清元道君两大若彼岸化身 孟奇与魔佛四目交接 天帝陡然昏暗 既像最初的混沌 也如最终的死祭 道友 正真自信十足 孟奇缓缓开口 头顶清气冲出 化作了唇红齿白的 真定如来 与俊眉洒然的清元道君 魔佛黑了一声 当然 他身后有暗红凸显 旋转不休 仿佛一只只混乱而疯狂的眼睛 就在这时 菩提净土内 忽有流离清光冲销 有凋敝岁月冲涩 将那株古老的菩提树 将那位古老的佛陀 联手围住 菩提古佛望着周围的三道身影 低声到了一句 魔佛果然被判成性 与他合作总有隐患 围住菩提古佛的三道身影 不是他人 正是准提道人 玄冥鬼地和黑天地 是菩提古佛的三师 头碗双记的准提道人 哭黄脸上泛起一丝笑容 略带畏惧 略带执意地道 谁不想成为独立的 真正的造化 或者彼岸 身为恋化九幽的邪魔 蛊惑人心 诱人堕落的祖师爷 魔佛抓住三师本身 会闪过的一些念头 以合作为契机 以交换帮忙炼化九幽为实 暗自隐藏了一手 在给玄冥鬼地 种下菩提智慧子时 一条高了他的执念 然后靠着这个 打入内部的棋子 悄然影响了黑天地 与准提道人 关键时刻 三师其反 强如菩提古佛 也难以顾及其他事情了 毕竟若失手杀掉一具三师 那会让自身变得不圆满 相比较而言 他和孟奇非亲非故 没太大因果 自不会为了阻止魔佛 自断本纪元的道徒 菩提净土内 光滑焕发 流离封锁 衬托的魔佛愈发高大 像是永远无法战胜 他的目光牢牢盯着孟奇 现出了漆黑恐怖的逆佛魔身 每一条手臂 都有一件象征着毁灭 象征着恐惧的宝物 世间之事没有巧合 当原始天尊与灵宝天尊 仕途归来时 除开必然会拦截 道德天尊的阿弥陀佛 不管是菩提古佛去阻止 还是妖皇 天帝 金皇出手 局势都不会改变了 天帝与金皇是自己的盟友 菩提古佛有三师反叛的牵扯 妖皇则有之前哪吒造成的嫌隙 与天帝诱惑的好处 加上谁都不想看到 你再做提升 让三清正道超脱 总之 不会有谁来助你 顾小桑虚幻到果阶近半成形 身影出现在了纪元之末 象征着最终归宿的真空家乡里 向着当前节点顿回 一道道身影汇聚 互相融合 最终要凝成一道 孟奇则注视着 不知为何还未出手的魔佛 平静道 光凭你与金母 纵然联手 击败平道容易 想杀平道千难万难 更为重要的是 清帝已恢复到巅峰时的水准 虽不是古老者 但亦算正常彼岸了 等真定如来挡住天道怪物 清元道君拦截无上真佛 他与孟奇联手 抗住魔佛家金皇不算难事 顶多处在下风 而金皇还得分心顾小桑冲击彼岸之事 免得被造化大神通者们 找到机会破坏 魔佛露出悠然自得的笑容 反问道 是吗 他话音刚落 高居云床的孟奇 脸色就微微变化 两道幽暗流光 不知从何处而来 呼得迸发 穿透了他太上 无极原始清云垂下的混沌水光 刺入了里面 让他的气息陡然降低 这一切毫无先兆 甚至瞒过了孟奇的感官 与对未来的把握 寻着两道幽暗流光看去 孟奇看到了 绝不可能偷袭自己的身影 那是满脸痛苦与挣扎的和睦与酒力 他们眼神时而疯狂 时而愧疚 口中发出魔佛哈哈大笑的声音 世间之事没有巧合 为什么是今日 因为他们只守御清殿 与此同时 魔佛神情变得肃穆 双手呼得结印 轰隆 扶桑古树界域内 本带出手的青帝 呼得尾米盘坐 身上染成了一层暗火 像是受到了什么反噬 轰隆 那朱堪比剑木 却蓬勃声发的扶桑古树 放出无量光芒 豁然飞起 越变越小 落入了魔佛脑后 现出的末日景象里 他竟然主动投向了魔佛 魔佛再无迟疑 一直点住 绝胜气质 按向玉须宫内 孟奇的眉心 怎么样 无也有大道之术 不用惊慌帮忙 无意能杀掉你 看着这一指 孟奇呼地叹息了一声 浩天 今时今日 方见魔佛本来面目 和睦与酒力 融合了浩天上帝的血液 扶桑古树是由浩天上帝 与东皇太一的血液浇灌而成 清帝借此诞生 东皇王于浩天之首 魔佛能以造化之身 控制融合了东皇的天道怪物 雷神知道剑木之秘 能指点魔主登陵彼岸 能借此蛊惑天地 他之所以知道那么多 是因为 他是从太古洪荒时代 借助远古雷池 满天过海活下来的老怪物 是昔日与道尊 三清 阿弥陀佛 争纳天地主宰 只留下对抗道尊对抗三清的心魔 一直背叛 干脆沉沦 要以魔道灯灵巅峰 第四十五章 等待的也是今日 与彼岸而言 时间与空间都不再是距离 魔佛右手伸展 四指弯曲 以大拇指点出绝胜气质时 就已然按到了玉须宫内 按到了太上 无极原始庆云 垂在孟琪眉心前的混沌幽光 与那朵金莲之上 暗红雨漆黑一闪 金莲随之飘落 孟琪仿佛还受到 直至眼前水墓般的混沌幽光裂开 魔佛绝胜气质 只指即将点中他的眉心 才探出双手 一手绝刀幻化 紫电崩塌 生灭不息 一手一光生腾 紫白金黄 三得巨献 分别挡在眉心和杂像魔佛 那具黑暗恐怖的邪躯 见此形状 魔佛不仅没有懊恼 反倒露出一丝冷笑 身体陡然崩散 化作一道道扭曲黑影 从四面八方每个角落点向孟琪 仿佛将它包裹在了里面 给我去死 碰碰碰碰碰碰 所有的碰撞在刹那间同时完成 汇成了一声 如来逆掌之万魔童舞 朵朵功德金花凋敝 迢迢复得紫霞崩散 道道紫电暗雷炸开 像是烟花盛放 衬托着那具恐惧黑暗的魔躯 与无力盘坐云床的孟琪 他一忙生腾三宝巨献的光手 截住了魔佛分托人皮目鱼的诸多手臂 可挡在眉心的紫电神掌 未能拦住绝胜气质之指 被点中了眉心 仅能死死握住魔佛那条手臂 阻挠着他的手指更进一步 搅碎真灵 波及本性灵光 由是如此 绝胜气质之力奔涌贯通 化作了吞噬童话的红黑逆向万字符 不断打入孟琪的道体之内 仿佛一根根啃咬下来的力齿 魔佛要吃掉孟琪 火得圆满 那根手指缓慢往前 却异常坚定 占据了明显上风 孟琪的无极 道一和开天 三印相继由各个窍学幻化神灵打出 却因本身受制 先潜入内耗天之血影响 被魔佛身后那株毅力的扶桑古树 轻轻摇曳 便消弥无踪 魔佛一眼红一眼黑 疯狂与争獰毕露 全力而为 压得孟琪两只手掌 慢慢弯曲 激进失控 我完全埋葬了 浩天上帝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只留一点生机与记忆 依仗东皇传承自道尊的仪法 瞒天过海 寄托太古雷池转世 形同真正陨落 为的就是逃过太古 最后一个纪元的宿命 为的就是重新主宰天地 正的道古 为的就是今时今日 只要将你吞噬 获得圆满 同化了你的境界与神通 再炼化了九幽 又有扶桑古树之力的情况下 末日来临时 我便是最强彼岸 是开启下个纪元的关键 而且如此一来 三清不得超脱 他们若不住我 就将一起沉沦 葬身莫解 一年时光流逝 我就是一个早该死去 却从太古活到了 当前的复仇恶鬼 不知多年 寅远多年 等待多年 这个时候 还有谁能救你 真定如来神情田径 拇指与中指交触 悠然浮出 带着清净佛光 扫向了魔佛 但是纯白光辉爆发 不容半点杂志 一下将它震慑在原地 看到了一直有着 四十颗佛牙的巨嘴 张开吞来 砰 一只弹精拳头突兀袭来 纯白光辉缭绕的 恐怖巨嘴被打飞 清元道君运转八九 献出法天向地 抗衡着无上真佛 可真定如来神前 又多了一只 混乱疯狂的暗红巨手 挡住了他普渡众生之掌 原本的扶桑古术 借欲寸寸垮塌 与魔器轻染的海外 仙界交融 亲帝结佳夫作 抵抗着来自本源的反噬 缓慢将他们拔出 无暇他顾 多个纪元前 开天辟地时 道德天尊与阿弥陀佛 激战正憨 真世界外 天地以剑木 提前枯萎为代价 结合光阴之刀 艰难阻止着原始天尊 从西游世界归来 山河设计图 靠着人黄剑 妖圣枪的镇压 摇曳束缚着风神世界 真空家乡内 皎洁圆满的明月高悬 洒落冷灰 有两道高末淡然的目光透出 静静看着魔佛 缓慢吞噬梦奇 没有出手 却似乎随时能戳破 和黑天地结成阵法 试图以自身存续 来牵扯菩提古佛 菩提古佛今身清静 没有做任何举止 像是已然接受了现实 平静望着玉须宫里的生死之争 忽然 他微笑 描向准提道人 清雅开口 魔佛背叛诚信 按手众多 与他合作 我有岂会不多做防备 什么 准提道人脱口出 吐得有了不好预感 菩提古佛黑了一声 三世完满后 本就要让你们相继独立 成我名号 但我因果 这是独属于我的作俭求空之路 这本来不会轻松 我准备了一个纪元 才差不多摸到门槛 打算末节尝试 谁知却遇到风都陨落 如今 还得多谢魔佛道友 替我轻松完成 接下来 或许还有机会捡个漏 他看着准提道人 玄冥鬼帝 与黑天地瞬间变化的神情 悠然道 至于现在吗 我为什么要救援使 灵宝 与道德正道果的关键 助他们超脱 顾小桑收拢了未来 于当前节点归入自身 然后只见过去不少历史内 有光芒腾起 皆是孟奇 曾经带他回溯光阴流下的烙印 构成支点 让他有路可循 身影顿初 逆流而上 顾小桑完全隔绝了 对外界之事的感应 因为他知道 帮忙的唯一办法就是 自身尽快挣脱苦海 登陵彼岸 七杀道人 置住了和睦于酒里 眼见魔佛大战上风 不断吞噬 消化着自家掌教天尊 心头又有畏惧冒出 只想顿出此戒 逃之夭夭 苟延残喘 就在他即将远顿时 心中呼地冒出一个念头 以往能退 此次再退 还有退路吗 如果魔佛吞噬 同化了掌教天尊 不仅会获得圆满 而且还能更进不知多少步 毕竟他之前的强势 就因为掌教天尊的提升被削弱 到时候 自己逃向哪里 躲到哪里 又有哪位彼岸 愿意在不设到果之争时 得罪掌握了下个纪元 开启关键的魔佛 这一次 七沙道人顿时翻滚起了滔滔杀性 身体化作黑芒 与明海剑合一 不是你死 就是我 剑光舒展 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 划破时空 斩向了魔佛 魔佛背后的扶桑古树 忽地枝叶摇晃 萌发清光 抵住了明海剑的剑光 无声无息间 剑光消散 扶桑古树只飘落下一片树叶 七沙道人脸白如雪 眼中尽是绝望 自己全力一剑 也无法打破魔佛的防御 魔佛发出疯狂大笑 点入梦七眉心的手指 又深入了一寸 吸收吞噬的愈发剧烈 扶桑古树乃下个纪元开启的关键 是接近道果之宝 是昔日道尊苦心炼制 在吸收了上个纪元破灭的精华后 不是真正彼岸 光是同等级数的神兵 根本打不破他的防御 远胜你 还未成长起来的大道之数 清帝尝试炼化多年 都没有成功 唯彼岸不行 彼岸即神兵不行 不知有哪位彼岸会来救你 魔佛壮似疯癫 邪魔之态毕露 身前飞出了轮回印 扭转天时 改变大势 要加快吸收梦琪 齐天大圣孙悟空等 持有离的焰火旗 这类彼岸神兵法宝的造化圆满者 纷纷出手 遥遥来袭 但始终无法奈何扶桑古树 魔佛狂笑 撼动了他们的心灵 混乱了他们的神志 可完全没有搭理他们 眼中只有疯癫 与即将获得圆满的狂喜 死死盯着孟琪 要记住他 彻底消亡时的丑态 我为了瞒过彼岸 不仅孤步一阵 要让人以为 浩天转世成清帝 要让人以为 苟延残喘的是东皇 而且还做出了一些 近乎自残心灵的举动 今时今日 便是收割报酬的时候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 点中孟琪眉心的那根手指 停滞不前 被子电神掌握住的手腕 竟像落入了肢骨 遭遇了封印 一直神情平和的孟琪 看着魔佛 微微笑道 如果我 早就知道了呢 早就知道了 你是浩天上帝呢 什么 魔佛眼睛一眯 疯狂退去 智慧凸显 孟琪头顶太上 无极原始庆云 重新焕发了光彩 身前多了一条手臂 拳头瞬间打开 露出了刚才和睦于酒里 偷袭他的浩天血盲 血盲灰飞 一点点缭络 孟琪眼中的笑意更加明显 昔日 狐狸青秋 曾经暗中传了我一句话 说妖圣诞生于天地之初 历经好几个纪元而不灭 见多识广 看淡时光 心灵修为不比佛陀差 怎么可能突然在上古末年 喜欢上阿南 后来这阿南是雷神的佛门之身 觉得双方同是先天之灵 又都是造化 还算匹配 可是 话里面真正的重点在于 历经几个纪元 没有同样经历的大神通者 又如何能让妖圣看上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而露鸭背弃原始老师之事 让我开始怀疑 等发现雷神当年诸多事情 我就愈发疑惑 妖圣怎么看得上你 只有当年横压洪荒年间 让东皇成就彼岸艰难 让道尊险些没能借此证的道果 让妖族最后归入麾下 让九凤到死不忘复活的 浩天上帝才行 当然 后来明误你浩天上帝的身份 也有别人的提点 至于为何要先行示弱 弄得如此狼狈 为的就是让你陷入 吞噬同化的状态 陷入能被我牵制的状态 一时无法逃脱 一看到那寸寸成灰的血盲 魔佛心头就升起了极端危险之感 可是 孟琪一手无极 一手道一 一手紫电 一手三宝 死死将它困住 一点无形火光闪现 魔佛只觉扶桑古树被荡开 有尖利之物 刺穿了自身斜甲 贯通入内 他敢硬而去 只见妖皇殿内 伸出了一根凤齿黑金枪 隔着重重时空 刺中了自己 这一击 金皇与菩提古佛 都未能反应过来 而山河设计图与人黄剑 一早就飞了回来 盘旋缭绕于妖皇殿周围 妖皇竟然放弃 阻拦领宝天尊 他不怕局势就此逆转 不怕三清 正到超脱吗 魔佛身体如动收缩 抵御着无形之火的灼烧 妖皇殿内 那层层连目呼地分开 很久很久 没有出现于世人面前的妖皇踏了出来 容颜仿佛极世间之美 难描难述 气息非常怪异 竟有丝毫不属于妖皇的点滴残留 他手持凤翅黑金枪 眼中尽是痛恨与仇怨 冷冷道 我舍弃自身 甘愿以一点灵光顶替妖皇娘娘 成为他做检求空的产物 接受他的烙印与过去未来 等待的也是今日 魔佛脸色大变 脱口而出 凤膝 妖圣凤膝 复兴薄性者 杀 第四十六章 心有魔寨 天流一线生机 未来有种种之流 是具不确定侧不准之理 故而淡漠情绪 只争大道的先天之灵里 亦有少量艺术 比如怜悯众生的后土 比如至情至性的妖圣 此时 他一腔正中 看着脸色大变的魔佛 美丽精英的眼眸里 流露出淡淡的嘲讽与笑意 当我未登彼岸时 你是那英雄盖世 横压洪荒 险些让道尊超脱的布置 因东黄被压制 而失败的大人物 是让人怦然心动的伪男子 是让我重目 又不敢靠近 总是远远注视的烛火 飞蛾扑火 在所不惜 等你陨落于洪荒之末 我无力挽救 心灰意冷 却意外发现 你非彻底逝去 而是主动舍弃真身 与过去未来烙印 靠一点生机 与所有记忆 寄托远古雷池 满天过海 活到了本纪元 当真心火怒放 大喜过望 赶紧暗中与你接触 被你匡得以密法立誓 不得泄露 你的真实身份 并驻你离间妖族与三清 以及三清之间的关系 这一切 我心甘情愿 没有怨言 可是 临山之战时 你竟为了自身 不仅弃我于不顾 而且有灭绝妖族之心 过去的种种誓言 都抵不过大道之争 抵不过你复仇的信念 在你眼中 我恐怕只是一个工具 当初意外发现 雷神为浩天不是巧合 是你刻意流露 以的帮手 我隐忍了万古 等待了万古 看着你逍遥自在 看着你正的彼岸 为的就是 今朝这一枪 能万无一失 要不然 你有天到怪物相助 有人回应傍身 最虚弱的时候 一飞一击能杀 反倒会暴露 妖皇娘娘的秘密 如今 你感觉到这一枪的痛了吗 这样的痛苦 在我心里 酝酿了不知多少万年 焚世之火燃烧 武德光芒交织 淡泊着黑气邪意 搅碎着 阿南运转的种种魔宫 而孟奇的一只只手 或持无极印 或缠因果之线 或幻化雷霆巨手 或以三德作掌 牢牢束缚着牵扯着魔佛 不让他中断吞噬 逃之夭夭 好不容易让你落入陷阱 岂能放过这大好机会 魔佛的逆身 燃起了一层暗火 被天帝玄黄玲珑宝塔 和太极图卷 镇压住了珠般变化 眼中映照着凤希那 美丽绝伦的身影 耳畔仿佛听到了陨落的桑中 脑海里竟然像凡人逝去般 闪过了一幕幕往事 相助天帝 助他得到原始天尊 与道德天尊的支持 一统仙剑 按理则缩使凤希 以道尊成道的某些隐秘蛊惑妖皇 联手领宝天尊 扶持成汤 最后又通过凤希 向妖皇散播末节时 领宝天尊的可怕 与道果希望的大增 掀起了风神之战 极大削弱了领宝 天帝横压一世后 则围绕着离间天帝 与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的目标大作文章 展出阿南这佛门之身 投入灵山 为天帝靠拢佛门奠定基础 自身则转修佛法 想借此重登彼岸 最终 通过孙悟空等一系列事情 成功达到了目的 紧接着 背弃天帝 间接捅破贱木果实这个消息 一是天帝称谓只能为耗天 让那个家伙风光那么多年 也算他赚到了 是时候放弃 物尽其用 二是 让彼岸者们 为争夺剑木果实丝破脸皮 混乱局势 而那种情况下 身为最古老最强大的彼岸 又有道德天尊相助 原始天尊有不小 可能得到剑木果实 从而成为受限制 不完整的道果 日后再难以出手 名声实将 只能等待纪元的终结 如此一来 三清就只剩下道德天尊 还算完好 谁知道 原始天尊最后关头呼的醒悟 面对剑木果实境 毫不犹豫转身离开 言不假外物 连带的阿弥陀佛与菩提古佛 亦是生疑 最终让果实落到了灵山佛祖手中 借此成就道果 孕育出无上真佛 这刻至佛门的恐怖怪物 没办法 只好挑动妖族攻上灵山 关键时刻 逆转万佛大阵 抢在无上真佛吞噬他们前 灭绝佛陀菩萨 让他顶多能吃掉金身一退 故而到了当前节点 无上真佛还是一副 潦倒样 同时 这也让似乎有座简求空气象的妖皇 阿弥陀佛等受损 轮回红尘 为敢在彼岸者们归来前挣脱苦海 有资格光明正大布局 终有情愫 愧疚妖圣 加上执念不忘 越是轮回越是沉沦 难见如来 放弃所有善念 彻底放大心直 终于堕落沉魔 再登彼岸 再阻挠者们 躲避当前节点影响 还未从沉睡里归来前 做了这么多 付出了这么多 就换来这背后一枪 雄心壮志 与对大道的渴求 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吗 不 我不甘心 魔佛眼中疯狂似火 身躯呼的膨胀幻化 只剩一片黑暗 空空洞洞 如同纪元中末时的状况 连带的一片片海域陷入归虚 一座座岛屿 直接沉没 我是蔑氏之魔 我是纪元终结的象征 没那么容易陨落 见此情状 孟奇收敛住了刚才的笑意 太上无极原始沁云摊陷 与自身道体化做了一个点 包容着过去现在未来 包容着万事万物万般道理的点 是最开始也是最终的点 撑在黑暗里 牵扯住虚无 不让魔佛挣脱 与此同时 紫刀化电 以开天辟地之势 照亮无边黑暗 妖圣凤膝旋转着凤驰黑金枪 不断搅碎焚烧着魔佛阿南的生机 两者联手 要在最短时间内 覆灭魔佛 菩提净土内 妖圣出枪之时 古佛已然站起 伸手射过了七宝妙树 眼中的悠闲自得完全消失 如果被苏孟击杀了魔佛 即使不行吞噬童话之势 魔佛残留的终结道果 也会自然归于他的另一个我 亦就是苏孟 这么一来 他以终结道果为凭 用诸仙四剑 对阴剑金羽阵法为击 足以展出一位象征终结的若比亚化身 让自身道果具备雏形 成为古老者 让道德天尊做简求空圆满 让林宝天尊的因果名号得到承担 让三清正道超脱 当初原始天尊选择魔佛隐藏的 他我当作简求空的对象 看来真正的用意在终结道果啊 这个时候 只能出手阻止了 此时此刻 一边是妖圣收手 封神世界放空 林宝天尊即将拖出 一边是妖圣联手苏孟 重创了魔佛 且让他无法逃顿 菩提古佛没有犹豫 遥遥刷落七宝妙树 起清静流转 将妖圣枪刷了开来 至于林宝天尊 就交给金皇 相信他是最不愿意看到林宝天尊归来的 就在这时 天帝默然踏前一步 身躯浮动出一层流水光阴般的火焰 燃烧着原本属于浮黄的道体 燃烧着他本身的虚幻道果 他竟然自解身躯 自甘陨落 光阴大圣 经幻化出当前节点 与纪元终末的重叠 赋于那口长刀 将封神世界覆盖 暂时阻止了即将拖出的林宝天尊 他以陨落自身为代价 硬扛住了两大最古老的天尊 可天帝的眼里 却多了几分笑意 这是摆脱纪元终结 天帝陨落的最后一步 当然 最后一步也得拉住你们的后腿 豁然之间 诸天万界呼的黑暗 混沌一片 顾小桑追溯过去 到了上古初年 反向将虚幻道果彻底成形 迎来了彼岸前的最后考验 彼岸印象第一类 天帝混沌 看到这一幕 始终没有动静的真空家乡内 那轮角结明月中 酷似顾小桑 但更加成熟高雅 威严淡漠的女子站了起来 身后竖起了一根漆黑恐怖的棋帆 与纪元终结交织 和当今大势合一 垂下了六条帆位 分别书写着六个名绘 孟奇 魔佛 妖皇 阿弥陀佛 菩提古佛 道德天尊 而棋帆之上 重重黑暗 道文叠加 形成了三个让人莫名惊悚的大字 六魂帆 第47章 时来天地皆同利 漆黑棋帆树立 下街真空家乡 上达无穷高处 就像是诸天万界最终纪元最后终点的招魂帆 原本的阴曹地府内 风声呼啸 如同哭泣 死后归宿于最终的最终质感愈发明显 宛若实质 能埋葬众生 埋葬所有 末节来临 彼岸不存 金黄头顶冲出了一朵无限大又无限小的祥云 其上沉浮着一枚包容着所有终结这万物的道果 他已不再虚幻 具有雏形 随着他面对六魂帆 隐隐一败 这道果雏形顿时大放光明 与阴曹地府真空家乡交织 与开始寸寸坍塌的真实界交织 与诡异恐怖的六魂帆交织 冲起一道能挣脱当前节点般的幽光 幽光幻化 仿佛藏着一口终结诸天万界 终结所有纪元的灭与灭咒之剑 隐隐绰绰 难见分明 这是当初封神之战时 灵宝天尊试图在万仙镇 掀掉棋盘的压香敌手段 可惜被彼岸者大人物联手挡住 换来天地的一阵残破 如今 是过往多个纪元的终点 是能埋葬彼岸的末日 更加切合六魂帆的发挥 纵然他对其他彼岸者是压制 是削弱 不可能直接击杀 但与各受重创 激烈争锋中的孟奇与魔佛而言 将会一击致命 孟奇若是陨落 三清作俭求空的努力化为泡影 本纪元再无机会超脱 魔佛如果身亡 又无梦其接续 加上领保未归 他所象征的灭世与终结 便会转移到金皇身上 让这位无生老母 能完全把握住末日大事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而顾小桑间休无极与终结 一旦登临彼岸 就如昔日的金皇 无限接近道果雏形 稍有契机 便会步入古老者行列 让金皇获得道果 真正超脱 至于同样受力的阿弥陀佛 此时遭一定程度削弱 最后的关键时刻 会慢上一步 其他值得关注的古老者 以六魂藩有名 步步退让 欲取先鱼 祭练多年 今时今日 便是拿回来的契机 金皇高雅淡漠 目光之中不含丝毫厚天情绪 面对六魂藩 面对幽光 再次郑重一败 我知道灵保天尊是在利用我 我也知道 他们会有克制之法 但有的事物 用对了时机 用对了地点 用对了目标 那就会拾来天地皆同利 挣脱隐患 是大难制 一件事情总是相互的 你利用我 我也在利用你 金皇一败 鬼哭神嚎之声陡然澎湃 承载着模糊之间的幽光 与六魂藩齐齐摇动 砰 魔佛所化黑暗里的 那珠福桑谷树寸寸爆裂 一片片叶子相继凋零 树皮斑驳 失去了大半生机 为魔佛挡住了致命一击 但一污液一声 急速缩小 归入了深处 再无余力 砰 梦七眉心裂开 飞出了无法用颜色来描述的 道一琉璃灯 照出了一道四件忙如诅咒的漆黑 致命的漆黑 来不及抵御 抽不出手抵御 梦七心头一动 转动了诸果之音 因果一转 致命漆黑 顿时顺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打向了玉须公幽暗池水内的一枚混沌青帘子 这是他昔日用来孕育浩天之血的那枚混沌青帘子 当初金皇击破昆仑山玉须公时 此物因着浩天之血的本质极高 逃过了一劫 而又不入金皇法眼 被事后归去翻找遗迹的大青根捡回了真正的玉须公 根据腰上的提点 推测出魔佛的根脚是浩天上帝后 他又将自身的气息悄然融入了里面 作为后手 以防魔佛还有别的隐秘 造成本身作茧自负的状况 这个时候 气息牵引 诸果之音转动 六魂帆的咒沙 当即转移到了那枚混沌青帘子之上 落入了孟奇 融入了气息与浩天上帝之血 破 孟奇的原始真身 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每一滴内都藏着浩瀚无垠的宇宙 而黑暗深处 魔佛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啊 惨叫声中 充满对了孟奇刻骨铭心的怨恨 与不甘心不甘愿的痛苦 好不容易靠扶桑古术挡住了沙结 却莫名其妙又挨了一记 他顿时魔神崩溃 真灵消散 一点本性灵光勉力支撑 该死的金黄 该死的诸果之音 孟奇知道后续未完 还有类似的咒沙 而混沌青莲子 已毁 莫谁 和自己分担一半了 这个时候 若不想着依靠他人解救 唯一的办法就是 彻底击溃魔佛 融入他残留的终结之意 彻底恢复伤势 将自身提高到古老者的程度 到时候就足以硬抗了 强忍重创 他深入了魔佛画作的最终黑暗 寻觅他的那一点本性灵光 四周漆黑 没有时光的流逝 没有虚空的分界 在开天应威力大将的情况下 他像是步入了沼泽 主动跳入了陷阱 一时竟连连遭遇毁灭 终结 冻绝 污秽与堕落 若非霸王绝刀 与三宝如一互体 本质上还在与魔佛纠缠 无法恢复伤势的他 多半会有陨落的危险 念头一动 融合了地藏净土的末日之周 穿过重重时空 出现于了这片末日漆黑 让梦其有了立足之地 能更好地寻觅魔佛 藏匿起来的本性灵光 末日之周 本就是为了这种状况炼制 此时又得到提升 有三宝如一互持 有霸王绝刀开刀 加上魔佛所化黑暗 毕竟不是真正的万物终末 差了少许火后 他于这毁灭重重的虚无理 勉强稳住 飞快前行 诸葛纪元之前 开天辟地之时 道德天尊 阿弥陀佛与他们的化身 报身 硬身齐齐一阵 张嘴吐出了一道暗火 化解了六魂帆之力 他们连六魂帆都留给了金皇 阿弥陀佛念头起伏 不仅没有反身攻击无生老母 反倒死死牵扯住道德天尊 不给他救援梦七的机会 六魂帆对自己而言 不过少许削弱 只要不一直强撑 硬抗两三下不足为患 但却有抹杀苏梦 断掉三清道果希望的极大可能 不得不住 金皇恶意削弱阿弥陀佛 他却不得不帮金皇拦住道德天尊 这便是占据大师的好处 七宝妙术刷落 刷开了仕途身向玉须弓的凤翅黑金枪 菩提古佛挡住了妖圣的救援 然后双双吐出一股灰暗火焰 气息各有降低 妖圣相对更多 金皇做到这个地步了 道友你还帮他 妖圣念头转动 震荡虚空 菩提古佛苦笑道 若不帮忙 苏梦道友历成古老者 三清道友当即超脱 我等再无希望 挡一挡还能搏他们 与金皇道友接下来的争风 浑水摸鱼 道士道友为何要相助苏梦 不怕绝了妖皇道果之路 清光闪动 一采纷飞 他又刷开了妖圣枪 须得有下个纪元 须得人族与妖族 成功度过末节 活到下个纪元 我才能成为真正的古老者 妖皇娘娘才能彻底超脱 她的纪元在下个纪元 与你们没有矛盾 与三清天尊也没有矛盾 妖圣又是一枪刺出 同时祭出了仁皇剑与天地山河图 而如今状态下的妖皇 没法亲自出手 一出手 就会沾染猪斑因果联系 与目前的妖皇 出现谁真谁假的冲突 让做减求空的努力 前功尽弃 妖圣得益于 本身是开天辟地时 诞生的第一头凤凰 回溯过去到古老程度很容易 顶替妖皇后吸收烙印毅然 因此有着古老者的感觉 但道果相对有缺 须得护佑人族与妖族度过末节 才能成为雏形 故而有着大道之术 这末节关键的孟奇不得不救 可是 菩提古佛乃 或真价实的古老者 纵然三师出现了问题 也非妖圣一时半会能够突破 几处战场激烈争锋 清帝竭力压制反噬 有所恢复 但距离出手还很遥远 东海长门岛上 高揽望着玉须宫方向 呼得寄出了锦绣山河图 将一座座残留岛屿拔起 将一个个生灵互助 飞向了玉清殿 飞向了末日之洲 要与它融合 提高它的本质 以便将来借此度过末节 以便当前尽快找到 魔佛残存本性灵光 只剩少许碎片的魔界内 齐正言点了点眉心四颗星辰 显出血红真身 与教化的众生汇成洪流 浩浩荡荡奔奔向了玉须宫 也要融入末日之洲 当此末节 自得放弃前嫌 统一战线 共度毁灭 他们各出点滴援手的同时 一道白光亮起 照进了幽暗 照撤了残破将毁的诛天万界 顾小桑终于突破最后阻碍 正出了彼岸一向第二类 照撤十方 可是 这一切帮助 要么杯水车薪 要么已然太迟 面对着六魂番的金黄 身影高雅威严 头顶道果雏形有所暗淡 却坚决地再次败了下去 这一败 魔佛将亡 孟奇将云 就在这时 某个隐秘处 与焦急的路鸭 共同旁观大战的韩广 脸色呼的一变 只见手中菩提妙术自行飞起 完全无视了留有烙印的自己 菩提光转 琉璃剔透 清静洒落 这珠妙术飞入了真实界 被高空突兀呈现的 但金佛掌握住 猛地刷了下去 刷向了真空家乡 刷向了六魂番 刷向了金黄 宏大庄严的诵经之声 不绝于耳 玉须公附近 与清源道君憨战的 无上真佛乎的战力 比遇到了金蝉甲铐 遇到了唐三藏一退 还要恐慌 佛祖 当初在关键时刻 击溃了魔佛阿南的佛祖 唯一有着出手记录的超脱者 第四十八章 天地崩 清静洒落 琉璃光转 菩提妙术刷透真空家乡 将六魂番与金黄 刷入了空空蒙蒙的状态 就像凝在琥珀中的蚊虫 保持着原本的姿态 佛祖出手 无生老母第二败 未能败将下去 虚无黑暗里 融合了海外诸岛 与滚滚洪流的末日之洲 在无量雷霆与金花紫霞簇拥下 闯过层层毁灭 度过最深死记 终于找到了 支撑这片终结之态的扶桑古树 看到了树下晦气缭绕 双眼疯狂的魔佛 他死死盯着梦奇 视线里充满了不甘心不甘愿的痛恨之色 明明都做到了极致 为何还会失败 上一次 佛祖出手 将我击溃 遭原始连下三重封印 就让我清楚了一件事情 靠剑木果实 与最初作俭求空法门 成为受限制 不安整道果的佛祖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能力 只是束缚重重 恐怕一劫只能出手一次 孤儿与原始天尊等密谋合作 寻求最后的挣脱 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 我又如何不防备末节的关键时刻 再次遭遇佛祖镇压之时 因此 对无生老母的包藏祸心视而不见 对他可能的压相敌手段 装作一点也没猜测 就等着他跳出来 吸引到佛祖仅有的那次出手机会 消耗掉三亲的后手 可是 谁能想到妖皇那里会出纰漏 凤兮竟活到了当前 给了自己最致命的一记 我苦心孤意 从未成天地的几个纪元 到横压一世的洪荒 从瞒天过海的惊险到步步算计 最终连自身都不放过的布置 就换来这样的结局 我不甘心 面对魔佛的无声嘶吼 立在船头的孟琪 右手握住绝刀之柄 略有感触 又异常坚定地劈出了这口 来自魔佛成字魔佛的霸道之刀 被你害死的无数强者 又有谁甘心 他头顶沁云冲出 衬托着四腹非腹的盘古之帆 让这虚幻道果飞落 与长刀合一 紫电一闪 划破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展开了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虚无 强弩之末的魔佛 纵然久世如来逆掌合一 依旧难以阻挡 这重开天地之事 漆飞分开 魔佛结痂夫作 扶桑谷树底部 眼中生机退去 疯狂消失 执愈下最后的苍芳与感慨 不见后悔 不见愧疚 低声音道 生不成道果 死亦道果王 声音回荡 魔区崩散 就像在太古末年 就已化作梦幻泡影 执愈下虚幻的终结道果 而刹那之后 虚幻的终结道果一分崩离析 只于终结之意 与末日象征之感 化作莫名流光 投向了孟奇 孟奇伸手抓住 眉心裂开 混沌翻滚 无极显露 将流光铜化吞噬 轰隆 四海禁树滩陷 四有归虚 南荒西域等地山峰崩溃 大地化灰 高空乌云燃血 一道道赤红的闪电 撕裂着时空 魔佛陨 天地崩 彼岸陨落 自有异象 而此时此刻 直接带来了纪元的终结 提前宣告了 诸天万界行将覆灭 还在燃烧道果 燃烧自身禁锢风神 与西游世界的天地见状 微微一笑 最后的身影直接溃散 光阴刀化作一片片灵光 四下飞散 也作分崩离析之状 只留下贱目寸寸 枯萎焦化 轰隆 一滴滴雨水洒落 其色血红 如天哭泣 大日明月和满天星辰 相继划破黑暗 带着璀璨 撞向了真实界 古老新玉里洞府仙境 等齐齐搬出 走投无路 只好顿向玉须宫 也要融入末日之州 而此时 照亮太古纪元的顾小桑 彼岸意象消失 但又腾起了 不同大道显化的意象 足有9990中 他们交织成了末日的盛况 与周围的环境 相得一张 互相衬托 彼岸意象第三类 无声之末 无声之末后 是光阴绕身 而身间无疾与 终结两大道谷的顾小桑 直接回溯到了太古纪元 回溯到了 黄老君治世年间 距离古老者 只有一步之遥 顺利得见原始 正出意象 就在这时 被菩提妙树镇压的金黄 忽有异动 身前六魂帆闪过一光 非是向外 而是往内 轰隆 六魂帆炸开 幽光迸发 终结弥漫 崩坏了琉璃 金黄竟舍弃了瓷宝 仗慈 打开了菩提妙树 流转清光之间的一道缝隙 顿了出来 他似乎已然放弃 只求脱身 魔佛制造的黑暗退去 可诸天万界 也处在了崩溃状态 梦奇双眼半开半合 头顶突地冲出一股清气 化分为三 又清静寒笑地针定如来 有句美洒然的清元道君 也有那白袍冷冽 目光锋锐的苏梦天尊 他也成功踏入了若彼岸的行列 受此牵引 那琉璃古灯 那无极混沌之点 那似腐非腐的盘古之番 齐齐呈现 互相柔和 接出了一个 具备圆满雏形的道果 道果一成 梦奇的身影直接往前 顺着汹涌的时光长河 突破了中央天地黄老君等纪元 即将迈入开天辟地的鸿蒙年代 成为古老者 金黄顿初 气息衰弱了许多 明显受到了重创 但他没有藏匿 竟闪现到半空 挂绞节明月于彼岸异象之内 在顾小桑刚正出的剑原始异象时 伸出了一根白皙修长的手指 点向了他的眉心 手指蒙着清灰 尖端一片混沌 迹象开始 也如终结 坚定戳出 毫不犹豫 亦如圆满绞节明月内 那两道高末淡然的视线 金黄疯了吗 他疯了吗 开天辟地时 与道德天尊彼此牵扯的阿弥陀佛 少见底露出恶然神情 从未见过 试图杀掉自身 坐检求空产物的彼岸 难道金黄见佛祖出手 三清之士不可逆转 自身又遭重创 干脆破罐子破摔 吸收吊钢成彼岸的坐检求空产物 恢复遭受的重创 提升到最古老的境界 为活到下个纪元奠定监视基础 这个变化当真毫无预兆 出乎预料 阿弥陀佛在想阻止 已是来之不及 因为末日降临 那里的时光已然混乱 前后模糊 难以回溯 面对金黄这一指 顾小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心里又是疑惑 又是痛恨地点出了一指 同样的最终 同样的无声指 如今我一世彼岸了 再不会任由你操纵 两根同样鲜美的手指碰撞 顾小桑脸色呼得改变 因为金黄这一指的力量 空空荡荡 形同自杀 他愕然看向 皎洁明月内的那双眼眸 只见高墨淡然依旧 但多了几分解脱之感 解脱 无声指疯狂吸纳 金黄毫无抵抗 瞬间就被铜化成混沌 变作流光 投入了顾小桑结成的 三大虚幻道果内 轰隆 天崩地裂 金黄陨落 终结异象再现 顾小桑本能一指 将大洲疆域内的地上佛国飞出 投向了末日之洲 与此同时 他的三大虚幻道果 纠缠成衣 出具雏形 连带的他的身影 越过了黄老君致氏纪元 突破了之前的重重屏障 来到了开天辟地的这个纪元 成就了古老者 也看到了几乎同时 来到这里的孟奇 可他心头一直恍恍惚惚 异常迷茫 金黄就这样陨落了 就这样简简单单死在自己手上了 念头转动间 他忽得闪过了一个想法 视线不由自主变得凝固 自己现在正的道果雏形 成为古老者 也就意味着 金黄与阿弥陀佛 若未受削弱 将几乎等同道果 虽然金黄在此之前就已陨落 但末日疯狂 时光混乱 前后模糊 而且 两件事情本来就是直接关联 有点因为果的可能 更加重要的是 道果者不用遵守罗解 刚才金黄眼里的解脱之意 其实是即将超脱的嘲笑 他的六魂翻名在相公 拾取恶弥陀佛 与道德天尊 也预料到了佛祖的出手 这 第49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大结局 一方方宇宙坍塌 就像沙滩上堆积的浮雕 在巨浪拍来之时 几乎不分先后土崩瓦解 连带的整个真实界 也化作了一团乱舟 从多个纪元前的开天辟地史 时光长河出现了蜷缩 收束与弥漫的状态叠加 致阴与致阳叠加 过去未来和现在叠加 蓬勃生机与寂静死亡叠加 时间线上彻底陨落 烙印尽归故小丧的金黄与道果有成 即将超脱的无声老母叠加 这就是终结式的奇妙 所有矛盾的东西都同时存在 都得到了包容 都将归于至大至小至妙至简的一个点 阿弥陀佛的身影 既在开天辟地之时 也在末日终结的如今 但忽的虚幻 似乎即将证出当前节点与逻辑 想象的束缚 得到真正的超脱 然而他之前 受到六魂帆削弱 插了火后 虚幻与真实交替了几下 最终未能彻底摆脱 顾小丧成为古老者 阿弥陀佛的坐简求空 也已圆满 只等恢复 便能证得道果 可就是 这极其短暂的恢复 让他慢了一步 而他的视线中 与他彼此纠缠的道德天尊 却彻底不见了 因为孟奇也展出苏孟天尊 证得了道果雏形 成为了古老者 道德不也被六魂帆削弱了 阿弥陀佛将应身 抱身 法身收于了一处 双手合十 低声念叨 慈悲 慈悲 然后西方极乐世界飞出 加持于末日之周 祝他能扛过末节 同向下个纪元 在道果之争里 他已差之毫厉的烈士失败 理智地开始考虑未来 知识了 如果真能有下个纪元 守卫到果变 只有女娲与自己争了 顾小桑立在乱如废舟 过去现在重叠的虚无理 眼神复杂 却少了击杀金黄的快意 金黄明确知道自己登临彼岸后 会压制境界 不去突破 甚至效法相公 背上一堆因果 故而只能以最极端 也最难以想象的方式 逼得自己 正出道果雏形 而成为古老者后 他做简求空圆满 自己再怎么削弱本身 也影响不到他了 终结之时 时光叠加 生死叠加 各种矛盾状态叠加 正是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 从一开始 他就在为此谋划 六魂番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阿弥陀佛 与道德天尊 为的是削弱他们 让他们关键时刻 慢上一步 从而抢的先机 佛祖曾经出过手 那么就不得不郑重考虑 他再次出手的可能 而且 菩提妙述下是三宝如意 他与三清勾结起来的迹象 很明显 如今有望道果的古老哲理 阿弥陀佛与道德天尊 被拖慢了一步 三清一体 缺了道德天尊 根本无法超脱 还有谁能来阻止金黄超脱 故小桑心头一阵悲凉 辛辛苦苦登临彼岸 为的就是做金黄的垫脚石 难道这一生 不仅命运被他操纵 就连破坏一次 他的谋划都办不到 孟奇对此感同身受 照亮黑暗 汲取着周围的终结与混沌之意 想着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三清 阻止金黄 金黄靠着终结的诡异状态超脱 前面必须不露分毫 是否有因果 还未来得及彻底化解 能否找到他们 将他们放大 拖慢金黄的步伐 也许这个时候 金黄正在抓紧机会 完全泯灭掉那些无足轻重的因果 孟奇从来不是轻易放弃之辈 头顶沁云变化 显出到一流离灯 诸果之音照耀 清澈着当前混乱又疯狂的因果世界 瞬间追溯往源头 仿佛来到了因果出现的状态里 悠悠暗暗 璀璨星线交织 一尊道人端坐于内 静静看着孟奇道来 孟奇还未来得及做出应对 那语言无法描述的道人 呼得起身 微笑开口 平道原始 道琼见原始 想不到自己与真正原始天尊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这个时候 孟奇打了个棋手 见过原始老师 原始身后还有两道身影 一道呈现着事物从有志无的过程 一道白发好手 正是道德天尊 但存在感却极端稀薄 三者各自独立 却又仿佛共为一体 只是不同时候 不同状态下的不同体现 见此情状 孟奇心头如镜子般清明 当即含笑再言 恭喜三位老师正得道果 终获超脱 原始笑道 也多亏你能正得彼岸 否则万事休矣 正脱苦海 最终看得还是自身 外物能祖不能住 金黄呢 他为何失败了 孟奇难掩疑惑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原始道人平静道 他以此法求道果 本就是以死相搏 断绝后路 逐那一线生机 一旦失败 自然彻底烟消云散 再无重来机会 是这个道理 孟奇微微汗手 金黄以 先死 换来小丧成为古老者 让所有烙印都被他吸收 将所有因果都给他承担 在时间线上 属于彻底陨落 后的 作俭求空圆满 具备冲击道果的资格 从逻辑先后顺序来说 后面 这件事情 原本不可能发生 但如今 在纪元终结的过程中 所有矛盾都能叠加 不仅时间线的先后可以 逻辑顺序的先后也可以 而本身 陨落了 也就不存在被削弱的可能 简无可简 只要趁此机会 正得道果 以道果不可知不可论的玄妙 之前再不合理的事情 都能成立了 如果失败 那这种逻辑矛盾 叠加的状态 显然不能持久 终将回归到 金黄彻底陨落的结局 可明明看起来 是金黄拖慢了道德天尊 连累了三清整体 占据了上风 为何他还是 没能抢到超脱的机会 原始道人微笑道 他不该 将道德放在六魂藩上的 我们之所以等待 纪元终结才求道果 一方面是给你更多机会 成为古老者 另外一方面 就是 诸天万界彻底崩塌 存在之极处于 最薄弱的状态 道德才能解脱 金母借六魂藩 削弱了道德一下 让他更受损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这个道理早就告诉过他 可惜他被大道之争 蒙蔽了眼睛 只想着削弱对手 没能看到 终究落后一步 原来金黄用六魂藩败 道德天尊以下 反倒施主三清 更快超脱 至于败原始天尊 与灵宝天尊 他们处在诡异状态里 出手难 受影响也难 不会管用 而且六魂藩本就是灵宝之物 梦奇恍然大悟 沉吟了下道 如果金母看到了这一点 没将道德老师之名书在 六魂藩上呢 原始语气不变道 那他有两三成机会 与我们争一争道过 也只有两三成 因为你 早早就顶替了我们的烙印 而他将这一切放到最后 被顾小桑吸收时来做 太匆忙 受拖累 会慢上一步 金黄恐怕也是知道这一点 因此才冒险用六魂藩 败道德天尊 梦奇想了想到 于金母而言 最好的便是放弃这次争夺 等待下个纪元 不 他只有这个机会 原始笑了一声 从他一点点操纵顾小桑命运 基尼批出那一刀后 就注定了 只能争这个机会 一旦顾小桑成就彼岸 肯定压着不做突破 也没有宁愿让街影道友超脱 三者联手 且据大道之术 他恐怕见不到下个纪元 从他一点点操纵顾小桑命运 基尼批出那一刀后 就注定了只能争这个机会 此话回荡在梦奇心头 让他有种难言的感触 金黄做出如此可怕 如此让人绝望的布局 获得了极大成功 到头来却反倒束缚住了自身 只能驳这个危险的机会 当真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想到此节 梦奇叹了口气道 可惜 他是我见过最可怕 最难以战胜的敌人 没能亲手将他击败 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感慨之后 他又问道 原始老师 倒果真的只能一个纪元 才能证得一个吗 三亲一体另做别论 对 原始点头肯定 唯有一个纪元从无到有 从蓬勃到凡胜 从凡胜到衰败 再从有至无的完整循环之力 才能让道果雏形真正成熟 那佛祖 梦奇疑惑开口 道尊看来是真正超脱了 即使他遗留的东西 后患极大 他是受限制不完整的道果状态 算不得超脱 与我们合作 便是希望我们证得道果后 将他打落这个境界 从受限制中解脱 重新再来 原始微笑道 终结已至 该你开辟下个纪元了 说话声中 三清已然消失 就像从来不曾出现过 梦奇眼前是急速收缩的虚无 是正正出神的顾晓桑 金母已死 三清正当 梦奇简单说了一句 换回了顾晓桑的神采 接着将手一指 把原本的真空家乡等 因曹地府残留禁术 融入了末日之洲 将目前还活着的所有生灵 全部转移入内 但经光芒大盛 朵朵金莲盛放 末日之洲被无穷无尽的虚无包裹着 被恐怖的收缩挤压着 顾晓桑轻轻叹了口气 不知是解脱的喜悦 还是落到了空处的失落 与梦奇携手 把受创的扶桑古术抽出 也炼入了楼船 接着双双飞回 见到了妖圣 亲帝 菩提古佛等 楼船内 一味味生灵瑟瑟发抖 寒广混迹其中 悠闲自得 忽然 他脸庞扭曲 双眼生机退去 又重新浮现 露出了一抹威严的神色 诸天万界不存 末日之洲 在无边无际的无力航行 承受着混沌的童话 承受着各种各样终结的清晰 就在这时 一尊光芒极端纯粹的佛陀 与暗虹扭曲的怪物飞来 想要进入末日之洲 却被梦奇轻轻一挥 洒出眼前水木般的幽光 挡在了外面 不 无上真佛和天道怪物惨叫 陷入了彻底的虚无 再不见踪影 不知过了多久 末日之洲伤痕累累 终于抗过了终结 梦奇立在船头 握住绝刀之柄 将自身道果雏形 化作古老苍莽的盘古之帆 与那口缭绕子殿的霸道之刀相合 开天辟地在今朝 一刀劈出 黑暗分开 但又迅速摊陷 要重新凝衣 似乎再无下个纪元 这个时候 梦奇脑后鸣进圆光里 那株轻蔽的大道之树飞了出去 支撑在缝隙里 光芒闪烁 抽之长夜 末日之洲内 无数声灵呼地感受到了真正的光 自然的光 无量的光 然后耳畔听到了一声庄严的宣告 若天地为尊 则世间之事 皆有一线生机 全书完